先打开命令行,进入到我的桌面上,这个webapp,season2,wordpress 这个呢就是我的wordpress项目 进入到这个目录的下面以后,这里呢有一个trellis 它里面的东西呢就是搭建网站的开发环境,还有生产环境相关的东西 进入到这个目录的下面,执行一下wagrant app 启动一下本地开发环境上面的这台虚拟机 再回到编辑器,我们可以去把桌面上的这个wordpress项目呢 也把它添加进来 启动以后我们可以先ping一下网站的主机名 我的网站这个主机名呢是wp-dev.net 这里呢你会发现返回的是一个内网的IP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我的本地开发环境上面的虚拟机的IP地址 访问这个主机名指向这个对应的内网的IP地址 是因为wagrant的hostmanager插件修改了我们主机上面的host这个文件 在mac上面这个文件呢是在根目录ETChosts 这里你会发现这个wp-dev.net指向了192.168.50.5这个IP地址 下面我们可以先注视掉这条记录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再去ping一下wp-dev.net 这回返回的IP地址呢是一个公网的IP地址 这个IP地址是我的一台阿里云的服务器 我提前呢已经把这个主机名指向了我的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 我们可以再登录到我的这台服务器上面去看一下 sshphoenixat加上IP地址-p3033 这里我修改了ssh的端口号 所以呢登录的时候需要加上一个-p这个选项 去设置一下登录的时候要使用的这个端口号 没有提示我输入密码是因为我配置了使用sshk的方式去验证我的身份 进来以后我们可以切换一下身份 把它换成root 再进入到enginx的配置文件所在的目录 跟目录etc-enginx-conf.d 这个目录的下面呢有一个ssrwp-dev.net.conf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这里呢就是我提前做好的一个配置 访问wp-dev.net这个主机名的时候 会使用我的这台服务器的这个配置文件来接待请求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我配置成了一个代理 让他把请求转发给服务器的7689这个端口 这个端口号呢就是我在本地跟服务器之间打通道 需要使用的那个端口号 新建一个命令行的标签 我们再用ssh去打一个通道 ssh加上一些选项 vn大写的n大写的t-r7689冒号 后面加上我的本地开发环境上面的这个虚拟机的IP地址 192-168-50.5 后面再加上一个冒号 再加上一个具体的端口号 443 因为我的本地开发环境用到了https 后面再输入服务器的登录的信息 phoenixat 服务器的IP地址 加上一个-p3033 现在我在浏览器上面访问wp-dev.net这个主机名的时候 真正提供服务的就是我的本地开发环境上面的这个wordpress网站 还有一点要注意一下 每次重新启动开发环境的虚拟机的时候 vigranthostmanager都会去自动的去修改一下主机的host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暂时的先进入掉这个插件去修改这个host文件 打开wordpress项目下面的tralis 找到这个vigrantfile这个文件 然后再搜索一下hostmanager 把这个confighostmanagerenabled设置成false 然后再保存一下 那么这样重新启动虚拟机的时候 就不会去修改我们的主机上面的host文件了